他房了他房了 难以置信 本世纪最大型他房事件 今天到底有多少人他房了 回答我 屏幕前的你眼叹了吗 没错 我说的就是 315晚会曝光的老坛酸菜面卫生事件 呃刚刚那个话题就留给美食区的up主吧 今天咱们来聊另一起他房事件 邓轮偷逃睡案 正式开奖前给大家扫一眼这一夜的文娱吧 歪歪歇歇 每条都是又热又爆 我横竖睡不着 仔细看了半夜 才从字缝中看出来 满屏都写着两个字 他房 3月15日晚 央视新闻报道了邓轮偷逃睡事件 央视出品 避暑大瓜 接下来啊 就是网友们都很熟悉的走流程时间了 我不信我不信 道歉 诈号 吊带言 等你回来永远爱你 人夜打麻 相关作品下架 我疯了我疯了 等各类戏码 其中邓轮的两小时云米代言刷新了力宏史上最短代言人记录 嗯咱们娱乐圈真是越战越勇 突破极限未来可惜呢 原话说的好 法制咖最懂法制咖 郭敬明也登上了热搜 成为了最会演时法制咖的导演 这选决 哎犯的法还不太重样的 决啊 邓轮呢前几天还因为讨论 内鱼完了上了热搜 内鱼不会玩的 内鱼怎么会玩呢 怎么会玩呢 完了我们干什么 好的 今天在看网友评论 内鱼不会 但你会 结果自己先完了 前天呢邓轮自己还汗跳了把预言家 在最新播出的明星大侦探里 惊口预言 什么 后面疯了 一语中递 有一说一啊 在这期案件被曝光之前 邓轮的风评还是很不错的 依靠欢乐颂 楚桥传和香蜜神沉浸如霜 极不代表作呢 成为新一代的流量之一 确实是有几个 不至于造成致命打击的黑料 譬如丢烟头啊 当街土坛啊 被前女友金城挂 遭遇她的水军攻击啊 还有一次比较严重的 就是她的后援会集资9万元 开办杀青宴 结果到了现场 发现满桌都是烧饼这起事件 当时呢连人民日报都报道了 目前看来呢 这个烧饼事件应该是其中最出圈的 今夜的网友们化身为段子王者 饼饼和饼饼 睡了和没睡 该睡的睡不该睡的别睡 总结叫冰的都不行 在连续剧《香蜜沉沉静如霜》里 和她打对台的男二号 罗云熙的粉丝今夜也已丙相亲 根据央视的报道 邓轮从2019年到2020年 偷逃个税近5000万 其他少缴个税1300多万 最后追缴加罚款1.06亿 但咱们大中华网友 见识了一冰9亿 一爽1.6亿 一威13亿 面对这一轮 咱淡然处之 就这 麻了 真的麻了 不过是一个普通不死人 从奴隶社会开始当奴隶 当个1000年到今天的总收入之河嘛 处罚都能轻松过亿 那赚的绝对是成倍了 这仅仅是人家邓轮 19到20 两年的收入 从邓轮自己发的道歉微博来看 今后继续努力工作 似乎还幻想着能够卷土重来 我个人推测啊 不可能了 这几年呢 还没有过乍完的号 能还魂的先例 而且呢 近几年因税收问题被点名的明星 还没有能够成功出土的 不是国家不给机会 这机会是一给再给啊 给了几次 我来给大家算一算 第一次 2018年范冰冰偷逃税案曝光 税务机关鼓励偷逃税艺人自行上报 当时自查申报税款高达117亿 就算艺人平均1亿 少说也有100多艺人设案 随后避税天堂霍尔果斯上演了明星大逃亡 大量影视娱乐公司和明星工作室 注销在当地的关联公司 当群众们天真的认为 范冰冰从天堂到地狱 能给其他艺人已警醒的时候 PS倒也不是真的地狱哈 人家现在在小红书风生水起 那卖面膜呢 2021年 4月到8月又爆出 郑爽阴阳合同逃税案 而且郑爽发案时间为2019年 范冰冰事件之后 可见有些明星艺人是如何 藐视法律毫无下限 郑爽事件的曝光 又伴随着大量明星工作室的注销 2021年年底 威亚雪梨偷逃税被查 全网封杀 整整三回啊 每一次赚得盆满钵满的明星 偷逃税被点名 都是在给其他偷逃税的明星 一次自查补税的机会 事务局就差没把 刘德青山在不怕煤柴烧 做成对联 送到每位明星的手上了 后面还有十几 甚至几十年疯狂敛财的好日子 何必为了这一年的税款 将自己逼入绝境呢 可惜啊偏偏就有这么些人就是那么的短 是那么的贪婪 根据央视报道 顶税务机关提醒督促 仍整改不彻底 而根据中国政法大学 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的采访 我国税务机关采用五步执法 先提醒 再督促 后警告 警告后仍不配合 予以立案 情结严重者 进行公开曝光 邓伦 这可是一条龙服务 尽数享受了哈 只能说啊 弥补的机会是一而再再而三 三而四五六七八啊 如今走到了这一步 还能怪谁呢 值得一提的是啊 邓伦偷逃税是被大数据发现的 同去年被抓的 威亚 雪梨 林珊珊如出一辙 这套税收大数据系统 掌握了大量税务及非税务数据 大到工商信息 小到水电器缴费 数据量惊人 举个例子 江苏一省就掌握两千一条税收数据 税收大数据会自动推算 疑似偷逃税人员 真天网恢恢 殊而不漏啊 这回还不赶紧去自行申报的偷逃税明星 有一个算一个 迟早被大数据逮出来 到时候再道歉 那可就是微博绝唱了 咱普通人赚个万把块 都老实缴税千八百 明星几亿几亿的入账 仍然不知满足 娱乐圈缺谁不缺 面对这些翻车艺人 可惜心痛 这类缅怀之词 我是真的说不出口 只一句 送给那些还在他房废墟里 不肯离去的粉丝朋友们 我看你还真是糊涂了 你一个丫鬟 你不觉得自己可怜 你觉得你锦衣玉石的主子可怜 网络一线签 相逢既是圆 给个三连支持一下